好,那我們就先來做這個看看 先從外觀的部分 那麼 你要做這樣的東西 首先要有幾個元素 第一個就是說你要地圖買 對不對 要地圖 所以你可以去找 可以去找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我的 模型 網路上就找得到的 當然我可以直接 網路上的模型 是不是直接匯進來就好了 對不對 那不夠的呢 我們就自己來畫 自己來畫 那所以 首先可以像這樣 那 這邊 你要怎麼樣找到這個地圖 你用 這裡有幾個 因為Google地圖 現在已經支援了嘛 所以學校裡面的這些建築 基本上應該大致上都有 都有 所以比較沒有問題 那 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 這個部分 這個建築的部分 它其實是用Google的另外一個 免費軟體叫Sketchup 去畫的 好去畫的 所以呢 你 這裡我有幫 幫各位先準備好 有沒有 在這邊 好 那你可以從這邊 點到它 好下載下來了 這裡 反正這個一點 應該速度都還蠻快的啦 不會太慢 完成了 在這邊 你如果想要把它下載下來 也可以 也可以 那 麻煩各位你先抓一下好了 好不好 等一下呢 我們就直接開個新的 就來畫看看 我先等各位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從Google地圖這邊有找到 剛剛有稍微分享 要用PickPick的方式 你可以去把它抓下來 那麼如果你用我的也沒關係 你從這邊 你打開這個三角形 假設你是用Google瀏覽器的話 是不是有一個在資料夾中顯示 對不對 那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看到 它是放在這個download 裡面 我的文件夾也會download 你可以丟出來 或者反正你知道位置就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開一個新的 空白的 你要做這種東西的話 跟那個比例有一點點關係 對不對 跟比例有關係 看你要做 精準的 還是要做 隨便的 如果你只是 不用那麼精準 你要隨便一點 那倒還好 我們呢 各位小時候有沒有學過書法 應該目前大學生 應該都還有嘛 對不對 有沒有用過零模的 零模的就是墊在下面直接描 這樣是比較不好聽啦 好反正畫得 寫得出來嘛 那所以呢我們在 SWayном站裡面也有 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插入背景圖像 所以其實如果說有時候你是手繪的 比如說你可能去 某一個現場稍微觀察一下 那我需要 可能我們要做一些 設計的時候 假設沒那麼精準去量 你也可以稍微自己簡單 手繪一下然後 就把它當背景圖 跟我一般室內設計的概念是一樣的 一樣的 好 那你可以直接選擇你的圖像在哪裡 也可以怎麼樣呢 也可以偷懶 像我這樣子 我現在這個視窗是不是有看到 所以 直接按著它 按著你的圖丟過來 這樣有沒有 這樣也可以 這樣不是一樣進來嗎 這樣比較酷一點嘛 好一樣啦 反正你找到它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這個圖進來了 它會問你喔 你的比例池有沒有 因為如果你要精準的是要知道那個比例池的那個比例多少嗎 好那 如果你不是很在意的話 你就 這個點是可以調整的喔 比如說你大概知道說 我們從這邊到這邊 大概是多長 那你就給它一個 那個長度 那預設這邊的單位 有沒有發現是公分 好所以你可以自己看看 比如說 我 發現這個是 這個實在太長了 我學校很大 我看一下 這樣子 100公尺 假設這樣100公尺好了 好 所以我就按繼續囉 再來它會問你 你這一張圖 它的圓點在哪裡 有沒有 它的圓點是在哪邊 那這個圓點呢 你稍微對一下 你看我們上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個零 零 是不是對在這裡 這樣了解 所以 如果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的圖 沒辦法那麼正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去 就是調整一下 那這邊我就先暫時不調 我這樣完成就好了 哇 哇 因為我們這邊螢幕看 這樣看起來 好小 往後退 哇 那個太淡了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 糟糕 這樣太淡了 我就看不到了 它把它弄得太淡了一點 修改 來 不然不得已的話啦 我就只好 把剛剛那個軟體打開啦 我剛剛那個軟體打開 我也可以把這一張 丟來裡面 當作修圖了 好當作修圖了 我稍微 加強一下那個亮度對比好了 我把那個對比 強 對比強化一下 哇 好像沒有差太多 好像沒有差太多呢 我先另存一下 OK 那我一樣按右鍵 看看這樣會不會好一點 好這時候我用找的 用找的也可以在這邊 好 繼續 繼續 好像沒有差太多 糟糕 有有有好一點 因為那個很大 有沒有 那所以可能我們這邊喔 我就不要 比例不要那麼大 我把用小一點 可能各位在 用的話應該會比較OK 比例 比例死我不要放那麼大好了 好繼續 好繼續 不見了 沒關係 我想說各位你試看看 好不好 我這邊呢 我先再看一下 看看 我的比例是用多少 比較 好 剛剛看 有的同學應該 螢幕上還好 好那 我在這邊的話 目前應該 差不多是 差不多一萬這樣子 那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想要在哪裡 畫的話 你可以把比例詞 放大一點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比較清楚了 好 假設你想要畫的是 這個 找一棟不要太難的 有沒有 好 找下門口 前面這一棟 那麼 你的 記得 大部分啦 習慣上我都會先畫牆壁 所以我就找牆壁來了 好 好 我在這邊 登 登 那你在這樣 調的過程有沒有發現 好像他會吸住的感覺 因為預設他會有一個那個叫做 Snap 叫做什麼 磁鐵的那種感覺 所以他會幫你鎖定一些角度 那如果你希望暫時 因為我要比較隨性的去使用的時候 你可以 按住鍵盤上的 ALT ALT 你看我按住ALT 我就可以比較隨性的角度 有沒有 好 如果你覺得這樣還不夠的 你就可以 再放大 放大一點 放大一點 好 你看喔 我點一下 這樣會有點吸住有沒有 我按住ALT 好 這個時候 ALT ALT我都有按著 你就看有沒有需要 你看我就照著這個 比例大概畫一下 好 好 好 這裡我就直接過來了 好 那我再往下 我們再看看 好 假設這邊 一樣 你看我這樣過來 他是不是又不過來 按住ALT 好 這個時候呢 他就 會暫時把那個 磁鐵的功能就把你關掉了 大部分我會保留那個功能不會說 把預設子全部弄掉了 好 這邊 都有一些 有 有沒有 像這樣子 那你要平移的時候呢 你可以過去 從這邊再過來一點 這樣就看得比較清楚 好 一樣我按住ALT 好他就暫時把那個取消 OK 我已經差不多了 上來 到最後 點兩下 對不對 多多 有沒有 這樣就有了 那如果你要地板的 在這邊 多多 有沒有就起來了 你看我們下面這邊 是不是就有一個了 對不對 好 好 那 這樣子的話呢 如果有一個你要擠樓 是不是這樣繼續蓋上去就好了 好假設我不要做很精準的話 我就可以把Ctrl加A 這樣就 有了 然後呢 複製 來這邊 Ctrl加C 好 複製了 然後呢 我就來增加一個樓層 看你要幾層樓 貼上 貼上 去哪裡了 在這裡 好 找到他的 Ctrl加C 好 到第二層樓 Ctrl加V 貼上 你看我們這邊有沒有兩層了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想要讓那個層跟層之間分得比較清楚 其實可以用一個小技巧 什麼小技巧你知道嗎 在這邊 這裡 你看 我往下走 你有沒有覺得我這個層跟層之間好像分得比較清楚 因為其實我們一般的牆壁啊 你也可以觀察一下我們教室 我們教室你看那個牆壁下面有沒有 都有什麼 好像有一條有沒有 有沒有注意到 下面都有一條那個那個叫什麼 TTA板 TTA板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 模型不是很精準的狀態下 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 我先把它還原一下我到這裡來 你看這裡我把它放大 放大放大放大 好 這裡呢 我先隨便點一個就好了 點一個 好 多多 好 你看這裡有沒有一個叫做 TTA板 對不對 TTA板 那就是設定那裡的 好就是設定那邊 那又來了 哪一邊才是 左邊還右邊 這個 你還是要怎麼樣 放大看一下 確認一下有沒有看到那個 箭頭 有沒有 牆壁的箭頭 所以這樣看過來 左邊是在這裡 嗯 所以 知道的 就可以針對他來做 有沒有 增加TTA板 好增加TTA板 那 這是一個方法 就是你一次一個牆 一次做 那如果你要比較簡單一點的做 也可以怎麼樣 直接點到他 點到我們裡面那個 地板 一次直接做 我記得這裡喔 多多兩下 有沒有一個叫 牆邊TTA板 這種方式也可以 那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只用單顏色好了 好 然後呢你的高度有沒有 他厚度先不管他 那高度可以厚一點 那個高度可以高一點 比如說50公分 確定 有沒有裡面的都有 這是在裡面的 所以 錯邊的 要從這邊 這裡 TTA板 增加 50公分 顏色 好 你曾經用過的顏色他把你記在下面 有沒有發現到最近的顏色 好所以你可以去吸他 點他 好 一個 確認一下 外面是不是有了 好 那你要每一個都設嗎 這樣有點辛苦 所以 也可以怎麼樣喔 你看我來複製 複製 但是我不是要複製強體 而是要什麼 複製他的樣式 所以你看我點到他 點到他 按住我們的 Shift 假設我先做這三塊 我們貼上的時候你不要直接貼上來這裡 有一個比較特殊的 這也是新版本有增加 貼上樣式 你就不用那麼辛苦每一個都重做啦 你看我把它貼上樣式 請問這裡有沒有跑出來了 有對不對 所以其他的有沒有一樣 恩 那 如果你已經把 這個畫面放得比較大的 你要平移的時候 就是變成這隻手 有沒有 這隻手 你可以按鍵盤上最大的那個按鍵 請問鍵盤上最大是哪個按鍵 空白鍵對不對 按住就變手 你看喔 按住 按住不要放喔 有沒有 滑鼠拖椅子可以移開 好那我一樣 按住Shift 把你要的牆面 我們就把他怎麼樣 旋起來 按住 按住 好我先做到這邊就好 那一樣 貼上的時候貼上樣式就好了 來我們確認一下 有沒有都有了 喔 假設這樣做好了 你就再複製上去 是不是這樣樓層的那個界線 就比較清楚了 這樣了解喔 好 OK 所以 你可以先試看看喔 我們剛剛比較特殊的就是什麼 你把這個 畫好的 對不對 畫好的 那做了所謂的其他板 來 還給你囉 試看看 OK